車廂上面發現一個直徑約6公分 長度約15公分的破裂鋼管 車廂上面的話 裡面地上都有一些鋼管的碎裂的痕跡 然後初步研判 初步研判它是應該是點火式的暴力 因為找不到任何開關 詳細的經驗結果 我們會送實驗室來進化驗 大概小鈴鐺就這樣子 你會在先找到小酒店的遊行嗎 對我們ESOP 我們先去搜索 看有沒有其他可以的暴力 確定裡面都沒有了 安全了 我們才有見識員在做戶區的採診 發現的位置是什麼地方 在車廂的169車廂的 那個第六節車廂上面的椅子上 隊長除了鋼管之外 還有像背包型的攜帶方面 還是說沒有其他的這些背包的痕跡 因為我們鋼管它直接不可能 應該會有一個類似的一個 提帶 現場以待 黑色的背包啦 白布袋的背包 那我們初步能看到 能判定從現場的機身 能判定說那個鋼管 按照背包破裂的狀況的話 應該是放在背包裡面 沒有問題 背包裡面還有其他東西嗎 剛剛就是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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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給你們 我們現場的鋼管喔 它是直徑約6公分 長度約4公分 我們SOP一定要把可疑的東西排除之後 確認都沒有問題 我們監視的人才會踩車 所以那個沒有關係 拍車拍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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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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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車